真佛宗创办人连生活佛卢盛燕请与写作 她每两个月发表一本新书 堪称宗教界的另一个记录了 她的第240本著作也在她庆祝七十大寿的同时 正式集结成册 出版上市 3 2 1 恭喜 连生活佛亲自导读带领现场观众亲近佛法 真佛宗创办人卢盛燕 全球信众多达500万人 在弘法度众之余 她也维持写作习惯 每两个月发表一本新书 而这次的最新作品 更在她的七十大寿之际出版上市 把禅跟笑话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看了 很容易知道什么是禅 这个是最主要的 卢盛燕十年来持续创作 目前累积240本作品 堪称宗教界的记录 除了有结合笑话与禅机的新作之外 这次发表的第二本新书 则是宣传佛法的奥秘 那么打开这个智慧 就可以懂得到这种宝库 拿到这个宝库 这最主要是讲佛祖本身的本意 佛法最重要的本意在哪里 是否连生活博七十大寿 新书的出版不仅是最好的寿礼 卢盛燕也希望将佛法真理 以平易近人的文字方式传递 让遍布全球的信众 养成阅读习惯之外 也能领略宗教大师的人生智慧 记者台中送付报导